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丽颖冯绍峰七夕童晒美照 男帅女亮超养眼 手带戒指引猜测 农历7月初期 正值一年一度的七夕情人节 众多明星艺人纷纷在个人社交平台上晒出美照 庆祝这个浪漫而独特的节日 当天早上10点16分 赵丽颖工作室也发布了一组九宫格照片 并配文 沉入阴晕水色中 定格赵丽颖的流光瞬间 庆祝这一刻同频共振的心跳 画面中的赵丽颖身着一袭蓝紫色的高级定制礼服 礼服上点缀着闪耀的饰品 映衬得她更加光彩夺目 她将乌黑柔顺的长发高高盘起 露出了清新秀丽的面庞 整个人显得格外端庄雅致 即使隔着屏幕 也能感受到她强大的气场 赵丽颖这套服饰将她的曼妙身姿完美展现 迷人的直角尖和深邃的锁骨一览无疑 修长的天额景与若隐若现的事业线 更显性感撩人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离婚许久的她 如今绽放出了全新的魅力 愈发迷人 她的妆容非常精致 鲜艳的口红使她更具女性魅力 同时使她的肌肤更加白吸水嫩 一双大眼睛格外清澈灵动 整个容颜美得让人不忍移开目光 真是倾国倾城 赵丽颖佩戴了一副精致小巧的耳环 愈发凸显出她小巧迷人的脸庞 而更吸引眼球的是 她的钟纸上同样戴着一枚硕大的戒指 这在这个浪漫而独特的日子里 引发了网友们的诸多猜测 没过多久 冯绍峰工作室也发布了一组帅气的照片 她一身黑色装扮 显得阳光而又帅气 透出几分霸道总裁的气质 她站在办公室的窗前 俨然是一位成功人士的形象 毫无疑问 她此刻成了许多人心目中的男神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 冯绍峰的钟指和食指上 也都佩戴着戒指 众所周知 她与赵丽颖当年是因怀孕而结婚的 遗憾的是 两人直到离婚也未曾见到 她们的求婚仪式和浪漫婚礼 这让人感到格外惋惜 然而 在这个特别而浪漫的日子里 赵丽颖和冯绍峰同时戴上了戒指 这不禁引发了网友们的猜测 尽管两人已经离婚 但他们依然会一起带孩子出现在公众面前 仍然是一个浪漫温馨的家庭 如今 赵丽颖依然保持着出色的身材和颜值 事业也在持续攀升 冯绍峰同样风采不减 我们期待他们在未来 继续为我们呈现精彩作品的同时 也能早日传来更多好消息 届时相信他们一定会收获大家的广泛祝福 二 赵丽颖尽照曝光 兰花路肩群尽显优雅 转型成功将在迎事业腾飞 在85花里 赵丽颖或是最专注于作品和角色的那一位了吧 继此前为了不耽误新剧 在人间的拍摄进度 而没有和张子怡 杨幂等人一同前往嘎那 错过了一个巨大曝光率的机会后 近日赵丽颖又因为 在拍摄冯小刚新电影《向阳花》 而且缺席了百花奖的颁奖礼 结果也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 赵丽颖在缺席的情况下 仍以两票的优势 丽颖童组的高业摘得了百花奖 最佳女配角的奖项 赵丽颖在第20条中的精彩表现 以及这份专注于作品的态度 无疑是赢得了业界的一致认可 在这样的情况下 赵丽颖时隔许久的营业尽照曝光 自然也是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和热议 只见工作室发布的物料中 赵丽颖一身蓝花露肩裙 再加上原本就精致的五官 整个造型也是尽显优雅大气 意义流光下 如梦似幻 美得让人移不开眼睛 正所谓红气养人 赵丽颖目前的状态显然是非常的出色 不仅是颜值依旧出色 而且整个人的气场也是提升明显 颇有种新一代女王的既视感 事实上 以赵丽颖这两年的成就而言 也的确是该有这样的气场 在以幸福到万家 风吹半下吹响了转型的号角 并且取得了十分出色的成绩后 赵丽颖又二单龄更新成功 以一部与凤行再度席卷了各大榜单 再证明了自己的超强抗拒能力之余 也是进一步稳固了自己在电视圈的位置 再加上此番获奖的电影《第20条》 以及为播鲜火的新剧《在人间》 赵丽颖已然是在过去两年时间里 实现了电视电影双开花的成就 如此强劲的实力 以及业界的超高认可度 赵丽颖已然是成长为了85花中最出色的一位 并且 在拿下了百花奖后 赵丽颖已然是转型成功 迎来了新的事业篇章之余 也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电影新赛道中 要知道加上正在拍摄的《向阳花》 赵丽颖目前已经有着多达四部电影带上映 不论是作品数量 又或者是作品质量和潜力 都是同期女演员中最为出色的 先是二搭冯小刚的《向阳花》 是一部以仲回社会 开始新生活的女主位切入点 充满了对现实问题思考的作品 以逢小刚过往的口碑和票房号赵丽 再加上形象和演技上都有突破的赵丽颖 整部影片已然有着非常好的前景 而已经进入到了排期上映阶段的 《降员弄·乔妍的心事虎狼之路》 则是三部不同题材和背景下的悬疑电影 《降员弄》有着张子怡、雷佳音等一众影帝影后坐镇 担当女二号的赵丽颖也是早早已演技出圈 乔妍的心事虎狼之路虽然在阵容上没有太过豪华 但富有看点的剧情 以及赵丽颖挑大梁的情况下 却依旧有着非常不俗的竞争力和潜力 因此可以预想到在未来的一两年里 赵丽颖不仅将彻底在电影赛道上迎来作品大爆发 而且也将会有着非常出色的票房成绩 更是具备了再度冲击电影大奖的可能 尤其是两部女主电影 无疑是让赵丽颖有机会去拿到最佳女主大奖的前置 虽然赵丽颖在电视剧圈中依旧有着足够竞争力 但从作品数量和侧重程度而言 赵丽颖想要在电影赛道上代干异常的想法 无疑要更为的强烈 而百花奖最佳女配的殊荣 显然是给了赵丽颖最大的底气和动力 相信在不久之后 电影人赵丽颖就将杨帆启航 迎来新的事业篇章 为我们带来更多出色的作品 对此 大家是怎么看呢 欢迎私信留言 我们一起交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